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迄今最嚴厲 七國集團向中共發出警告 中共就該付出代價 因向極其峰會公開撂狠話 這兩國怒批中國武器爛 K8W墜毀 殲其與潛艇問題大 網紅護塵封拍攝韓國最低薪資購買力 中國網民集體崩潰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之機 今天是6月15號 星期六 今天副頻道會有視頻內容更新 請大家到副頻道來觀看 會在本視頻結尾介紹副頻道內容 我們向大家報告 從6月15號開始 阿波羅網副頻道會恢復視頻日更 因為我們之前被停了盈利 只能從6月16號才可以申請副頻道的盈利 一個月內能拿到結果 感謝觀眾朋友的支持 請大家多多訂閱 點贊 轉發和留言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迄今最嚴厲 七國集團向中共發出警告 美國之音報導 及其領導人指責北京支持莫斯科的軍事工業 幫助俄羅斯維持對烏克蘭的非法戰爭 及其承諾將提高俄羅斯戰爭的代價 並警告將對協助莫斯科未必制裁的行為體實施更多制裁 這是迄今對北京最為嚴厲的措辭 反映了美國總統拜登對中共支持俄羅斯清污戰爭的不滿 及其領導人還強調 中共在電動汽車產能過剩 貿易政策及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作法 對全球經濟構成安全威脅 歐盟宣布對中共進口的電動汽車加徵最高38%的關稅 並調查中共汽車製造商是否傾銷得到政府補貼的廉價電動汽車 北京表示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捍衛其利益 但未明確宣布報復歐盟 本週早些時候 美國宣布對幫助莫斯科的行為體執行二級制裁 包括向俄羅斯出售半導體的中共公司及與受制裁的俄羅斯金融機構有關的中資銀行 中共就該付出代價 因向及其峰會公開料狠話 英國首相蘇納克14日表示 約80%俄羅斯投入於烏克蘭戰場的零組件是來自中國企業 他強調 支持俄羅斯的戰爭經濟 讓俄羅斯對烏克蘭的非法戰爭得以延續 就該付出代價 蘇納克是在意大利出席七大工業國集團峰會期間舉行場邊記者會時 坐椅上表示 英國政府13日宣布新一輪對俄制裁名單納入五家中國和香港企業 領域涵蓋火炮彈藥 機床 微電子 光學產品等 中國駐英大使館稱 已就此向英方提出嚴正交涉 要求撤銷制裁 蘇納克在記者會對中共有不少琢磨 他提到 自一年前在日本舉行的集期峰會以來 中國只有越來越強勢獨斷 做事削弱自由開放的印太區域 且日裔與俄羅斯 伊朗 北朝鮮等其他權威國家協調合作 他接著提到 烏克蘭的安全就是我們的安全 英國已向烏克蘭承諾 每年軍援30億英鎊 至少到2030年 回應媒體詢問 對烏克蘭使用西方軍援打擊俄羅斯境內目標的立場 蘇納克回應 烏克蘭如何使用英國提供的武器 交由烏克蘭決定 英國該做的是確保能供應烏克蘭所需能力 這兩國怒批中國武器爛 K8W墜毀 殲-7與潛艇問題大 防空系統買五年沒用 近期 孟加拉批評中國製造的軍事武器有技術缺陷 潛艇等設備也存在問題 而緬甸等國亦發現類似情況 印度《經濟時報》報導指出 孟加拉空軍認為 中國製造的殲-7戰鬥機和K8W輕型攻擊機在技術上存在重大缺陷 防空系統不可靠 而孟加拉海軍也花了2億美元購買中國民級潛艇 然而 該國海軍的兩艘民級潛艇也被認定不可用 包括輕型護衛艦和巡邏車的備件都被發現有問題 過去 孟加拉曾以300萬人民幣的經費購買了中國的FM90防空系統 但該系統一出現嚴重缺陷 已經擺著沒有使用將近5年 事實上 其他國家也提出了類似的問題 緬甸空軍便曾因中國製造的JF-17蕭龍戰機雷達不精確 缺乏超視距攔截導彈能力等問題 不得不停飛這些戰機 去年11月 一架中國製造的K8W輕型攻擊機則在緬甸墜毀 當時 緬甸空軍變稱飛機出現技術故障 對此 國防工業專家指出 中國在生產尖端軍事裝備方面缺乏專業知識 尚未成為現代國防裝備的一流製造商 且北京出售的武器大多基於過時的西方技術 才衍生出許多技術問題 網紅護城峰拍攝韓國最低薪資購買力 中國網民集體崩潰 中國網紅護城峰9日在中國影音平臺 《碧里碧里》上傳關於最低薪資購買力影片 他以韓國最低時薪9860韓元 約合人民幣51.72元 每天工作8小時的日薪78880韓元 約合人民幣414元為基準 在韓國首爾的連鎖超市OMPLUS購買了肉 蛋 奶 米 麵 食用油等日常物資 並且貼心地將價格換算成大約410人民幣 方便中國觀眾理解 他購買的商品包括1.2公斤的整隻肉雞50人民幣 30隻蝦35人民幣 30顆雞蛋35人民幣 2身牛奶20人民幣 接著 他走到蔬菜區 買了900公克馬鈴薯17人民幣 1條白蘿蔔8人民幣 1袋蔥15人民幣 1顆高麗菜7.5人民幣 在水果區 他挑了500公克櫻桃45人民幣 半顆4公斤的西瓜57人民幣 最後買了10公斤百米130人民幣 購物完成後 沐晨峰將商品整齊排開 特別強調這些物品都沒有特價 如果挑選打折商品的話 肯定能買到更多 中國網友看到影片後紛紛表示驚訝 有人直言 這些食物足夠吃一個星期 還有人感謝沐晨峰讓他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也有愛黨民眾反駁稱 北京當地食薪為26.4人民幣 日薪約為211.2人民幣 在北京超市的購買力不會比韓國差太多 然而 這一說法立即遭到中國網友的激烈反駁 網友們指出 沐晨峰是用韓國的最低薪資 在首都首爾購物 那麼在中國也應該用全國最低薪資 在北上廣深等大城市購物 而不能用北京的薪資來計算 留言區的一位廈門網友分享了他的實際情況 他透露廈門的最低月薪為2030人民幣 按照22個工作日來計算 最低日薪大約是93人民幣 對比韓國的最低日薪 可以看出韓國的購買力是廈門的2.65倍左右 除了廈門 還有成都網友表示 當地今年的最低月薪為2100人民幣 換算後日薪為97人民幣 在中國境內絕對買不到那麼多物品 許多中國網友感嘆 在國內網絡上經常看到韓國人吃不起西瓜 韓國人吃不起大白菜等言論 原來這些都是假的 有人甚至呼籲有意移居國外的人要儘快行動 否則留在中國只會更辛苦 今天副頻道會有視頻內容更新 請大家到副頻道來觀看 一些觀眾詢問如何找到阿波羅網副頻道 您在我們的頻道首頁向下拉 有副頻道的圖標 點擊就可以進入副頻道 在每個視頻描述下 也有副頻道訂閱和贊助鏈接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您的每一份支持和鼓勵 都溫暖並激勵著我們奮勇前進 請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也在跟進世界平台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跟進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祝您週末愉快 再會 今天請禮在這裡 請到右船位 請給我們 我們請稍後 拍照 很多月 剛才 對 感谢观看